我回来了 也无法滚 哇 好香哦 真的 哇 真的天哪 就是见到老朋友那种感觉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菲 好久不见 欢迎来到我今天的 Facebook 好久好久没有回家了 三个月 It's long time No see my home 因为我很久没有回到家 我开门了以后我就这样 我回来了 然后再转一圈我就好开心啊 这种很安心的感觉 真的是永远是家带给你的 然后呢 空气中还有 已经不是浓郁的了 是淡淡的 我的放的这些香薰的香味 然后接下来的第一件事情 肯定是打扫家里 就把行李全部都整出来 最重要的就是 晚上的时候洗完澡 就是点上我的香薰蜡烛 打开我的香薰灯 把空瓶的香薰全部都换掉 因为我觉得香气是一件 特别幸福的一件事情 你看我们家基本上用的 也都是Rachel's的 昨天晚上我已经喷了 无花果的 甜蜜茉莉是我这次出差带的 这瓶是我已经在家用掉的 还剩三分之一的香烛 你看三个月回家 它依然是这么香 昨天晚上我就点了它 这是我已经完全用掉的 也无花果的这个味道 其实我发现我离不开香薰的这个原因 是我觉得香味所给你带来的这种 肆域的能量真的是你不可忽视的 就是它会让你每天紧绷的神经 能够放松下来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看我们家的香薰 几乎全都是Rachel's 这个品牌能够让我长期的使用 最大的原因是它的性价比非常的高 第二点就是它的香味非常的高 还有一点就是我特别喜欢Rachel's 很神奇的东西 我记得我第一次从国外背回来的礼盒 就是自然怀源 Rachel's进国内的时候 第一次收到他们的礼盒 哇我整个人叫尖叫 Dear Faith 这个天哪 就是见到老朋友的这种感觉 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新上市 这个叫庆佑枸杞 就刚刚拆的那个 我只是放上去 我还没有仔细的闻 你看这瓶子多么的大气 哦这个是要甜甜的 要干净清爽的味道 它的前调是那种清清的绿草味 中调是花香 是带点甜味的花香 就柚子的花香 然后呢它不是那种枝粉味 它有一点玫瑰也有一点茉莉 也有一点就不知名的花朵的感觉 哇好香啊 它尾叫式木质香味都是我特别喜欢的 就是特别温暖和放松 这个棍子啊它可以替换的 放个两个月的时候 你可以替换一下这个新 这样的话你的香味 就会散发的更加的浓郁 然后你就这样像那个打鸡蛋一样 充分的浸在这个木头上 然后呢再反过来 哇好香哦 清爽的舒服的安逸的这种味道 我觉得蜡烛是比如说你在洗澡前或者你在泡澡的时候 使用蜡烛你会觉得哇你这个女孩真的是非常的有生活品质 我觉得精致珠珠女孩就是偶尔要让自己的生活充满一些仪式感 往往这种小小的仪式感真的是会让你有这种幸福放松和有品味 就是让你自己都变得很美好 Richels真的是我特别特别喜爱的一个品牌 就是它里面无论是花香啊水果香啊 灶香脂粉香啊 包括木质香味它都有 所以它里面总会有一款你喜欢的味道 好今天的这个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在生活的这个忙碌当中都能够在自己回到家了以后 通过一个小小的仪式感找到你们的幸福 小红书